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在旧金山被网友捕获 发现一次婚纱团队的车子 双送送重金于宋慧桥 因合作夯剧太阳的后衣假戏真爱 婚礼倒数54天 他们日前双飞洛杉矶准备婚礼 又在旧金山被募集 传出世道旧金山豪华饭店拍婚纱 疑似警知名摄影师洪章贤掌镜 洪章贤几天前 在IG分享旧金山的风景照 写下 San Francisco S旧金山 我们 看似是双送拍婚纱现场 洪章贤是韩国知名的摄影师 裴勇俊及朴秀珍 李孝丽及李尚顺等夫妇当的婚纱 都是由他拍摄 日前传出他将操刀双送的婚纱照 他也在IG分享旧金山风景 照引人猜测 不过有网友好奇留言询问 但他没有任何回应 昆明妙向纽约失装周 老公周杰伦扮牛超幸福 昆明妙向纽约失装周的品牌骚 他在微博贴图文留言 为了偷偷look 第一次尝试男驾驭的黄丝袜 被赞整体打扮性感 得来又不失少女的俏皮 另外 昆明在Instagram就贴上 女老公周杰伦等四人 七百俯式玩的照片 有老公陪友纽约 果然好幸福 有网民有话大扫 越来越国际化了 之前同魔界男星奥兰杜布林 奥兰杜布林 合作电影《极致追击》 龙凤杰 稍后又会跟河里 活大之男星迪伟装训 Dwan Johnson 拍动作片 随时要超越老公了 舒淇珍把长发剪短 林昕如质疑 假的把舒淇化剪短发 即引起好友林昕如等 注意并留言 舒淇入行以来 就留有一头长发 昨晚她在社交平台贴上 在发型屋的自拍照 留言 我要剪短罗 曾志乔就回应说 嗷嗚 好友林昕如指问 多短 然后两个多小时后 舒淇贴上将前面剪到 不及间的照片 留言 怎么剪虫不能像剪发般 咔哒咔哒的一下就清了 由于看不到 后面的真实长度 林昕如于是再度出现 留言 假的吧 网斯认同心如说 知其莫若如 更有味 二马人夫怎摄 不过 网民大致 督赞这一改变的书期 仍是好看 周小涵 下水露出粉红入云 杀大姐慢半拍 胸贴掉了 艺人周小涵 连续三年代言内衣 最近人生第一本写真书将登场 他七日出席走秀 聊到这本写真 特别跑到日本拍摄 分为性感和纯情两种版本 想多做一些尝试 我也三十出头岁了 像我可能只拍这一次 又不想做一样的事 也想拍出女生也会买的写真集 这次拍摄写真集 周小涵大陆地乃好身材 为了拍摄 还参考超过30本AV女优 写真集当放本 其中拍摄一张牛奶预兆时 他裸身泡在牛奶里 但胸贴早已消失 露出两点粉红云都没发现 不过 经纪人笑说 反正摄影师是女生 下水胸贴就会掉 没关系了 问拍摄写真集 有没有特别保养 周小涵笑说 每次内衣都被问 但如果说没有 会不会被贬 他说 只要一阵子不吃淀粉 就会蛮明显的成效 也有临时抱佛脚 去一阵子健身房 所以下半身腿跟屁股比较 瘦 聊起日本拍摄趣事 他说和老板逛街时 看到一间店卖了很多 Cosplay的衣服 当时他这个衣服蛮可爱的 就顺手买了高中女生的制服 隔天拍摄 一个是包吞的 很像尿布 在公园拍很多家长和小孩经过 感觉有点怪怪的 也觉得不太好 所以才把另一件长裤 剪短成排球裤 舒淇珍把长发剪短 林心如质疑 假的把舒淇化剪短发 即引起好友林心如等注意并留言 舒淇珍 舒淇入行里来就留有一头长发 昨晚他在社交平台贴上 在发型屋的自拍照 留言 我要剪短螺 张之乔就回应说 嗷嗚 好友林心如指问 多短 然后两个多小时后 舒淇贴上将前面剪到不及间的照片 留言 怎么剪虫不能向前发斑 咔哒咔哒的一下就清了 由于看不到 后面的真实长度 林心如于是再度出现 留言 假的吧 网自认同心如说 知其莫若如 更有味 二马人夫怎舍 不过 网民大致都赞这一改变的书期 仍是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